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看单元5排列组合与几率 不过在说排列组合与几率之前 我们先来说说集合这个概念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集合呢 简单说来就是我们把具有相同性质的东西收集起来 这个就叫集合 比如说你是北一女的学生 那我们像北一女就可以看成是一个集合 因为你只要是北一女的学生 我可以把你放在同样一个集合下 一个我可以把它收集起来 我们就把这个称为集合嘛 好来那集合是一个物件呢 我们就来说集合有几个呢 我们常见的一个运算 第一个我们说叫交集 那什么是交集呢 就是如果呢我们给你两个集合 A和B 如果今天呢这个东西 这个元素 我们都集合底头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元素 比如这个元素X呢 如果在A也在B 所以你有没有看老师这边特别画起来浅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说 这个X同时在A和B 那这个集合我们就称为A和B的交集 那我们就记住呢A交集B 就一个开口向下的符号 好那什么是连集呢 如果呢这个元素呢在A或者在B里头 那我们就把它称为A与B的连集 那我们就记住呢 一样一个开口向上 就A连集B 好那如果呢今天这个元素呢在A里头 但是不在B里头 那我们就称为什么 我们就称为差集 那像如果在A里头不在B里头 我们就称为A-B 就A对B的差集 我们就记住A-B 那当然大家可以类推咯 那如果元素呢在B里头 但是不在A里头 就它属于B 然后而且不属于A 对了这边顺便大家跟各位说一说的 元素呢对于集合来说 我们说像我们这边就X属于A 而且X不属于B 我们就说是A对B的差集 我们就记住A-B 对不对 那如果呢这个元素X呢是属于B 而且呢X不属于A的话 那当然就要写成B对A的差集 我们就记住B-A 好那我们怎么表示这个元素 这些集合的感觉呢 来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通常呢在集合论里头 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图形 可以来描述到我们一般把它称为文式图 好来那就像各位在我们的画面上看到这个 像我们这边给你一个圆圈圈 我们可以代表A 另外一个圈圈代表B 有没有 好那你就会发现呢 像老师呢用绿色框框画出来的 这个所在的范围呢 就是A连几B 有没有 你可以发现呢 如果今天我的点X在这个框框里头 它不是在A 不然就是在B 不然也有可能在A和B的共同的部分 大家还记得吗 在A和B共同的部分 就是它同时在A也在B 我们称为什么 我们就称为交集 就让你在画面上看到这个 黄色的区域 好那我相信呢 你也可以想一下那 A-B 也就是A对B的差距应该在哪里啊 它是不是在A里头 但是不包含B 对那你就知道另外一块应该就是什么 B-A 对不对 好像这样你看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种圈圈图 可以很简单的把集合的一些概念表示出来 那我们就把这称为文式图 好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介绍咯 那如果呢这个集合里头不含任何的元素 那我们就称为什么 我们就称为空集合 那记住一个很像零的东西画一撇有没有 好那接着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通常呢 我们会有一个这个范围里头 或这个问题的最大的一个集合 我们就把它称为雨集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你现在是高三的学生 对不对 那像北宜女中呢对于高三学生来说 高三学生我们可以把它全部当成是一个集合 对不对 那北宜女中呢就包含有高一高二高三 那显然北宜女中这个集合 比高三 北宜女中高三学的集合要更大一点点 对不对 那像这种我们就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 我们可以找一个大一点的集合 把我们要讨论事情包围起来 我们就把这个集合称为什么 称为雨集 一般集成U 那谈雨集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想要谈 那有些东西呢 比如说我给你的集合A 那有些东西呢 它可能是在我们整个大的范围里头 可是它不在A里头 那这种我们就称为什么 我们就称为补集 像你看这边我们告诉你的 我们可能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 X呢在集合U里头 可是它不在集合A 那这样的 这样的元素X在哪里 它其实就在A的补集 那我们通常把它记住A' 记住A' 就像你在这边 文史图看到的 你看 我U呢就是最外面这一圈 对不对 那集合A呢就是里头这个圆圈圈 那你有沒有发现 我们用橘色线所画出来的 其实就是A的补集 它就在A的外面 直观来说就是这个样子 好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说说呢 集合 集合论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定律 我们在稍后呢 我们其实在讲排列组或记律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会用到 好什么定律 就是所谓的迪摩根定律 好就是呢 A交集B的补集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A的补集连集B的补集 还有呢 A连集B的补集 就会等于什么 A的补集交集B的补集 所以呢简单说来就是 交集的补集等于补集的连集 那连集的补集就等于补集的交集 好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对呢 当然我们这边没有打算给各位一个很严格的证明 你倒是可以不妨用文字图来画一下 比如说老师这边就举个例子 你看我们说A交集B的补集 你看看就像我们给你这个图 它是不是就在A和B这个交集中间 充结这部分的外面 也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涂上黄色的这个区域 就是A交集B的补集 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看 等候另外一边是告诉你 它会等于A的补集连集B的补集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看看 像这边呢 我们给各位看的 另外这个图形 这个文字图你看 我现在呢 在A的外面 你看我都涂上粉红色 有没有 那这就是什么 这其实是A的补集 对不对 那接着呢 如果老师呢 再继续把B的补集把它涂上来 我用蓝色的图 你有没有发现 A的补集 虽然蓝色涂上去 把黄色区有稍微盖住了 可是至少你有没有发现 在蓝色或者是粉红色的颜色 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们讲的是连集嘛 就是只要它是蓝色区域 或者是粉红色区都算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发现 你两边比较一下 他们的区域呢 重叠的部分是不是一模一样 就是中间A交集B的这个地方 没有颜色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你看 如果就文师傅来说 他们两边所表现出来的区域相同 那当然就告诉我们 A交集B的补集 会等于A的补集 连集B的补集 好 那我想另外一个 就请你试试看 这是以上呢 我们对于集合的这些基本的名词的介绍 同学们有没有问题啊 那如果没有问题呢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看 我们来看两个范例 首先来看范例1 范例1呢 我们最主要就是利用能力琴所学过的数线 来让大家呢 再熟悉一下集合的概念 来比如说你看 我们这边是不是给你 集合A呢 其实就是负1小于X小于1 那集合B呢 就是0小于等于X小于等于3 我们以前把它表现成区间嘛 那现在我们就刻意把它写成集合的样子哦 那如果请各位在数据上把它表示出来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像你现在图形上看到的 那特别提醒大家哦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们说集合A里头呢 是负1小于X小于1 所以它没有等号 所以你没有注意到老师 我把它挖空 对不对 那集合B呢 它是0小于等于X小于等于3 所以有等号哦 你看我画是实心 好 来为什么要请你注意这个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考虑它的补及 那当然你就要注意 有没有包含这个点咯 好 来 所以你看像第一小题 我们说我既然知道A的集合 那我想写说A的补及 那显然的 你看A的补及呢 那当然就是在原来A这个集合的外面 对不对 直观来看就在这个集合的外面 因此呢 它是不是就是X大于等于1 你看 因为我原来挖空了嘛 所以我现在在这个外面 当然就要包含原来这个点 对不对 好 所以是不是X大于等于1 或者另外一边是X小于等于负1 好 有没有 同学们可以再比较一下 就在 简单说来 就在A这个区间的外面 那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空点或者是实心点的关系 来 那第二个呢 那如果是A交集V呢 来 A交集V你有沒有发现 就是A和V这两个区间重叠的部分 好 那既然你看到了 所以是不是 A交集V呢 其实就表示这样的集合X会落在哪里 是不是0小于等于X小于1 你看0这边是实心 所以就包含0这个点 1呢 这是空心 所以就是小于1 好 来接着那A减V 我们说A对V的差集 那它会是什么呢 好 那它当然就是在A里头 但是不在V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是把A集的理 扣掉V的部分 所以是不是X应该落在哪里 是不是负1小于X 小于0 对不对 好 那接着呢 那第四个 好 第四个呢 我们要问你的是A的补集 连集V的补集 好 来 那你有没有发现 A的补集连集V的补集 所以呢 来我们就先来把补集画画看吧 来你看 我们说 A的集合 是-1小于X小于1 那补集呢 是不是就在1跟-1的外面 就像你在第一小题看到的 有没有 好 这时候是实心 对不对 好 接着呢 我们也把B的补集画上去 好 来 B的补集呢 那显然就是在 是不是告诉你 就是它一定会大于3 或者小于0 对不对 好 那接着呢 我们说两个的连集 代表什么 代表就是呢 只要有包含 A的补集跟B的补集的部分都要 对不对 好 所以显然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就可以是X小于0 或者 X大于等于1 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发现我们把绿色跟 这个土黄色的线往外延伸 现在就只有在0跟1之间 当然你要注意等号 所以是X小于0 或者是 X大于等于1 对吧 它们连集 好 来 那第五个呢 是不是要问你 A交集B的补集 好 那首先呢 来 我们先把A交集B 画出来吧 来 由前面的图形 你大概就知道 它们的交集的部分呢 我们的第二小题也说到了 它是不是在 0小于等于X小于1 对吧 接着我们要考虑它的补集 是不是在这个的外围 好 在它外面 所以是不是X小于0 或 X大于等于1 好 来 那这边呢 我们其实透过4跟5呢 特别想要请各位利用这个实际的例子来验证一下 你有沒有发现 A的补集 连集B的补集 这个集合 我们这样图形看出来的结果 跟第五题 A交集B的补集 你有沒有发现 它的集合有没有一样 有吧 所以我们其实呢 是要利用4跟5呢 请你顺便验证一下呢 我们前面所说的 迪摩根定律 有没有 A的补集 连集B的补集 会等于呢 A交集B的补集 好 到这边 可以吗 好 如果没有问题呢 那当然我们接下来继续呢 请各位看下一个范例 范例2 范例2呢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哦 而且学测其实考过蛮多次的 我们来看看他问了些什么的问题 他说我有一个学 有一个班级有50个学生 现在分别呢 有考国文英文跟数学 现在及格人数呢 分别为45 39跟34人 好 里头呢 告诉你 英文及格的人呢 国文也都及格 好 这个当然你要注意哦 那接下来 如果我们假设 数学跟英文都及格的人 有X 人 那数学及格 但英文不及格的 有Y人 好 那我们想要选出下面呢 正确的选项 来首先呢 可以看得出来 这就要告诉你 这三个科目呢 考试的人的及格状况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可以把 每一种考试及格的人 都看成是一个集合啊 所以呢 你可不可以试试看 老师会建议你先暂停一下 你能不能把这个条件呢 看看能不能用文式图把它画出来 那当然呢 我们可以先假设我们的语籍 因为某一个班嘛 我们的语籍呢 就是那个50个人的学生 对不对 好 来 老师呢 会建议大家先暂停 画画看哦 你觉得 你画出来文式图 要怎么来表示呢 我们在题目里头 题杆上面告诉大家的条件 好 相信呢 你就画好了 对不对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那老师画出来的 长相是什么呢 来 这是我画出来的样子哦 你看 我们知道呢 我用绿色的圈圈 代表国文及格的45人 好 那英文及格的呢 国文也及格 所以写呢 英文及格人就在国文里头 对不对 有39人 然后数学呢 数学有34人 及格 对不对 那我外面再用一个 灰色的圈圈呢 把它包起来 就是全班50个人 好 那你当然就可以看得到哦 我们问题告诉你 英文跟数学都及格 所以英文跟数学交集的部分 就是X人 对不对 那再来 数学及格 但是英文不及格的 对不对 数学 那是在英文外面 就Y人 对不对 好 来 那因此呢 你那么发现 根据这个图呢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看到 首先第一个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X呢 是数学跟英文都及格 Y呢 是数学及格 英文不及格 所以如果我们把X跟Y加起来 就是什么 就是数学及格的人 对不对 有没有 所以X加Y应该等于多少 是不是应该等于34 好 所以这第一个选项 所以X加Y的意义呢 其实就代表数学及格的所有的人 那就34人咯 那接着第二小题 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可以问你Y 好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我们说Y指的是什么 Y指的是数学及格 那英文不及格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嘛 英文及格的人呢 有39人 对39人 所以啊 我们说那些数学及格 然后英文不及格的Y人 他当然可能怎么样 可能还是有 还会 但还有一些人可能是 数学不及格 英文也不及格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把英文及格的39个人 加上Y 显然它一定会小于等于50嘛 因为全班最多50个人 是吧 所以是不是小于等于 因为我们可能 也有些人 他是英文不及格 数学也不及格 对不对 好 所以从这边 你当然就会看出来 Y呢 是不是小于等于11 好 来 那接着呢 第三个选项 我们说三个科目里头 至少有一个科目不及格的学生 好 那你想想 我们说三个科目里头 至少有一科不及格 好 那你当然就会知道 他可能至少有一科不及格 就是他可能 国文英文数学 只要有一科不及格都算嘛 对不对 因此呢 我们说至少有一个不及格 那你当然想一下 你就知道他意思是不是代表 全班所有的人扣掉什么 扣掉三科都及格的啊 对不对 因为三科都及格以外 是不是就可能就有一科 两科或三科不及格 那不就包含在所谓 至少有一科不及格的情况吗 好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么一来 我是不是就知道了 至少有一科不及格的 一定是全班扣掉呢 三科都及格 好 那显然我们呢 从前面这个图 你看得出来 三科都及格的 当然就是X人 对不对 因为英文及格 国文也一定及格嘛 所以 只要数学跟英文都及格 那其实就是数学英文 还有国文都及格啦 所以是50-X 好 所以第三个呢 是50-X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就得到了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发现 诶 我们有什么第一小题呢 我们又知道X跟Y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其实 4跟5两个选项呢 我们进一步可以再来处理它哦 好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就可以呢 从原来我们知道 至少有一科不及格呢 是50-X 对不对 那接着呢 我们有第一小题 我们是不是知道 X加Y等于34 所以我们就可以再把X呢 来代换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签50-34-Y 好 整理一下 是不是得到16加Y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哦 事实上呢 至少有一科不及格呢 的情况你可以表示成 50-X 你也可以表示成16加Y 那为什么我们这边 要特别用Y呢 因为事实上 第二小题的选项 是不是就告诉你 第二个选项 是不是告诉我们 Y小1等于11 那显然 表示Y的最大值 就一定小1等于11 那最小呢 当然大于等于0 对不对 所以进一步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0呢 一定小于等于Y 小于等于11 所以呢 如果我们从Y来看 至少有一科不及格 是16加Y 这么多人嘛 所以呢 它的范围应该就落在 16跟27之间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三科中呢 至少有一科不及格的学生呢 最少有16人 最多呢 就是27人 因此啊 综合刚刚我们所有的 五个选项的分析 所以答案正确的结果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2跟5 好 希望你都会了哦 好来 那集合的部分 我们就说到这边 接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来往下看哦 大家加油 我们再继续来往下看哦 感谢观看